董事長 這次大風營造孫氏做嚴重 不好意思 現在我管理最初問題 所有的建材都放在中國 現在都燒了 要是要再建一輩新的建材 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 最新開港的日子 可能是要演技 不過你放心 你們自己會 為了金我一定會 沒關係 飯堂的 好的地方身體 後來三方合作的事情 你不用再回事嗎 什麼意思 我今天是代表我們東京商業的集團來 我們認為你們大方營造 已經無能力 可以成年三方合作上升的 建材工程了 我們要求提早改用 而且要把大方營造 要認可為要金 你現在在說什麼 爸 別在說什麼 說什麼 爸 要不吧 爸 別這樣 你現在在說什麼 你是憑什麼要改用 啊 現在還沒有在建議呢 剛才還沒有在建議呢 你是憑哪一台說你要改用的啊 老公 你所有的儲金都倒閉去上升 還有你們的總部 你已經無錢可以賣金財了 我可以在這酒啊 酒 你要用什麼來酒 你要給誰吃 老公 你現在可以拿回要死正經 在做夢了嗎 我五總裁 都照你的歡呼 大方的村口燒得清潔溜溜 不要說要去大樓 現在飯的業務要去一間便所 都沒辦法 我五總裁 都照你的歡呼 大方的村口燒得清潔溜溜 不要說要去大樓 現在飯的業務要去一間便所 要去洪湘了 總裁 做這年的事是稍微刺激 你用那邊我也處理好 現在已經沒有人說 幫廟的事了 這邊我很細節 絕對不可能出力好差錯 到時候 如果有人說到什麼禁骨 還是謠言 我就拿我的頭來記總裁 老公 剛才聽到發哥在說什麼禁骨 謠言 你們是在討論什麼 楊賢給我聽到棒會 跟周珍妮的事 因為有些打銷 我叫發哥去處理 不過有些責務人 看到發哥不是我們行的人 就這樣接受 所以發哥 他就聽到給我看 當作是劍骨 就是在說這個 你不相信我說嗎 沒有啦 我是覺得很意外 我沒理由說 發哥只是替阿伯 你扮著我姻子 而已 沒有啦阿伯 坦白說 一定要跟發哥去過面後 我會調查過 他不是什麼禁骨的任務 四天金控 各種人合作 請他跟他說話 你也知道 這打銷 如果沒有處理好事 對我們四天金控 對我們來說 會做成很大的損失 在這裡外面 沒有人知道 發哥是我的人 我也會說好 叫他叔叔 要照顧自己去做 如果想過敲過 然後出什麼麻煩 他就要自己負責任 跟我完全無關 所以你做你放心 我自己會有責任 嗯 我了解 你過來是要跟我說 飯業部的事情 是不是好消息 現實的所有總統 我都分手到飯店裡 他也知道說 大方營造不可能 繼續維持下去 不過 他還是不輕接受 改度合約 他在地地 還是不輕 哼 這飯業部是因為火燒廚 整個頭髮都破掉了 還是他真的想把那些精華地 當作是他們飯家的風水地 你就去飯業部說 他們大方營造不可能 那沒什麼 不過 聖發集團 拿這麼好的工資 如果是倒不可能 就真的破壞 我也覺得不敢 但是我爺爺 除了在飯業部的精華地 他對聖發集團 也有其他的受懷 我爺爺 楊姐 請 您怎麼會找我 您在說公司嗎 對啦 楊姐 你去找飯店的說得怎麼樣 他沒有玩意 也有太多合約 是說我過世了 可有需要這麼多東西 改善的事情 我不是以前有跟你解決過 沒有錯啦 只是我最小的想想的 飯店的出這麼大的餘子 現在人家還在那邊 我們這樣逼他 萬不你逼出什麼問題 飯店如果是倒下去 這樣我們有力就變成無力了 飯店如果真的有什麼差錯 還是有什麼問題 那都是因為他自己沒在調 還會不會亂衝 跟我們一瞬間的關係都沒有了 天樂是你 你最近一直在關心大方營造 關心飯業部 你跟他有什麼特別的交情嗎 我哪有可能跟飯店有什麼交情 是飯店來找我 希望我可以倒三天 我最近跟雷鳳跟飯店都經常做會 才會想說順順來關心一下 原來是這樣 妹妹 妹妹 當年我們去當雷鳳的時候 我不是說 只要我如果發達 前一件事我就想要做什麼 我的願望就是 去我那個無緣的地方 對面喔 去一棟豪宅 但我跟總統跟金公 什麼什麼水去撐住 什麼的後面面都不會不緊 看他是不是跟他看我沒有 你是說你 以前那個無緣的 你遇到他了 當年我最六歲的時候 他出現了 這真正是命我們的安排 是誰啊 我敢實在 剛才 我那個無緣的都是 這樣吧 等一下 抱歉就給他一下 姚母啊 阿弁達真的聽說 送我們阿弥母最好的禮物啦 練的無頭無背 你是在說什麼 阿弁達 那個高總裁求情 所以說現在青木社長 已經答應說 沒要加油了 他要讓我們 還有更多的時間 去想辦法 我們台灣有救了 這樣很好啊 我們應該把總裁夫人 對啊 阿弁達應該要感謝 不過 還有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人 就是我 阿弁達是看在 姊妹那邊的面子上 才去到高總裁開這個桌子 我都是要感謝我自己 你的意思是說 你去跟阿弁達求情 嗯 我的心情很高 你去找他要幹什麼 阿弁達 你這麼想去要幹什麼 你去阿弁達 我沒有事要他的當情 我什麼人都不能欠 我就是沒想要欠這個阿弁達 你不要這麼急 阿弁達 阿弁達的會還要欠館了啦 我會還要欠館喔 也是給你這個大廚大 阿弥 阿弥 蘇阿弥做不到事情了 總裁夫人站在我們這邊 我們三個合作 就能順利進行啊 你不知道啦 你都不知道啦 好啦 我現在太疼了 你先出去 我來叫一下 我來叫一下 不用啦 你出去啦 我安靜一下啦 老婆 好啦 走吧 我先出去 我姚母定靜一下 我弟的消息 雖然現在肯定報告要不出來 嚴格這次 失火肯定是人為重 應該是有人敢對姚母 可是可以找到鄉手 甚至是幕後的主廟 可以把孫子討回來了 楊威縱火 到時候 如果有人說到什麼政府還是要言 我就拿我的頭來記總裁 你好阿祖 我沒想要在你那裡頭 阿伯是沒有我的廚廟 這敢不考慮嗎 我們現在只要賣得到我的家主廟 問題是連他自己都不肯救他自己 你心情再積極一下 你真的要叫你這個兄弟嗎 第一件事 外國跟姚母參加 久等了 老總會這個人 你應該有了解吧 你是說飛龍姓代的法哥 不是 但是該如何合余 四天金控會把你偷進情 他只有十億 告訴你這條 就應該由法哥出面來處理 看起來法哥有什麼樣的人 你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叫我飯堂帶你 你的意思是四天金控 找法哥做打球 總問是一些派手的事 好啦 久等了 有的我可以說很明顯 也希望你能認真地收購一下 老婆 我發現喔 附近有賣你愛吃的炒生魚耶 來 老婆有賣了 你自己吃 老婆你看你是要吃什麼 你跟阿公不要去買了 會有何牛還是牛黑 老婆 你也會這樣好嗎 我感覺你跟我完結 或是媽媽 我會買東西買東西買東西 把我走到沒有一塊好 也不要成就你現在 我會怕 老婆 我還記得 我們大方營造剛才生理的時候 都在看金牌他們的面積 跟別人感情 每天在中途飯一口 你都拿便當去那些人面前 求他們趕快吃飯 自己刷在旁邊 一直喝水 阿公 有時候 你還會主動去拍那些黑門頭 讓那些人看 其實 你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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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怕說 我失望到過這關 到過海裡過了 過了以前那種艱苦的日子 是嗎 我們老婆坐在床上 吃那五十塊的便當 也怕他坐過那幾百萬的烹飲 吃米其林五星級的大餐 重點不是坐在床上 重點是 在我身居面的那個人 是你 唉 會傻到喔 跟我作為夾苦 又不會花天還要找好人 就跟阿里而已 阿婆 其實你不用擔心 葡萄的問題 我不要把所有的事 都把你吞進去葡萄裡裡 你只要穿成這樣 把我的手勾緊緊緊 我就是什麼都不怕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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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